第115集 景义从窗口把楚楚和萧锦鱼送下去 一直送到停在后门的安王府的马车上 也没有回去给薛如成开门的意思 拉起缰绳,打马就走 方才的一场对峙像是耗尽了萧锦鱼所有的体力 萧锦鱼躺在榻上紧握着楚楚的手 合着眼睛紧促眉头 连呼吸都有些费力了 坐在熟悉的马车里 刚才在薛府的一切 都像是凭空钻进脑子里的一场噩梦一样 楚楚一时还没全弄明白 他也没心思弄明白那些跟他没有多大关系的事 他只关心躺在榻上的这个人 这会儿心里所有的害怕与愤怒 全是因为虚辱成施加在这个人身上的威胁与痛苦 楚楚甚至在后悔 自己刚才怎么就没夺下萧锦鱼手里的匕首 再往薛汝城身上扎上几刀 楚楚 别怕 萧锦鱼呕血昏迷之前 就给楚楚留了这么一句话 在挣扎着醒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在一心圆的卧房里 天已经是半夜了 守在床边的楚楚一看萧锦鱼睁开眼睛 赶忙摸上他的脸 帮他找到自己的所在 脸上满是焦急和欣喜 声音却极尽轻柔 好像生怕吓着这个刚醒来的人似的 萧锦鱼张了张嘴 勉力说出来的一个字 只像是一声沙哑的身影 楚楚却晦翼地端起一碗水 拿勺子一点一点地喂进他嘴里 直到萧锦鱼微微摇头 才把碗割下 仔细地给他噎紧被子 看着萧锦鱼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楚楚知道他在等什么 抚着他滚烫的额头 轻轻柔柔地倒 王爷 你放心吧 锦大哥去看了 石娘和薛明都好好的 石娘已经跟 跟那个人拜堂了 萧儿和乌兰就先住在顾先生那儿了 有奶娘带着 他俩玩得挺好的 楚楚拧了抿嘴 犹豫了一下 才到 顾先生说 你身上的风湿邪气 已经伤到心惊了 这几天总劳累 又揽了风寒 还受了刺激心绪不稳 把脏腹上的旧伤也牵动了 得好好歇几天才行 萧锦鱼心里一沉 他知道身上的风湿早晚会牵累到心脏 引发一连串更加深长的折磨 把他用往阎王殿推了一把 可没想到 会是这么个不是时候的时候 看着萧锦鱼目光一暗 楚楚忙到 王爷 你别害怕 顾先生说了 只要你好好调养 还能好 好一点 这是个什么样的病 他早就研究清楚了 萧锦鱼浅浅苦笑 勉强摇头 声音微弱如斯 帮我 楚楚咬了咬嘴唇 他当然知道萧锦鱼想让他帮什么 这活他一点也不想干 可又受不了被他这样 见乎哀求的目光看着 只得点点头 扶下身子 在萧锦鱼那双光彩 黯淡的眼睛上清了气 你身上的骨节还肿着 可能有点疼 你忍忍 萧锦鱼静静看着他 这丫头的眼睛太干净 里面一点事也藏不住 萧锦鱼就是心里塞着一团乱麻 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是在努力装瓶颈来哄他 因为那双好看的眼睛里 分明全都是担心害怕 萧锦鱼既欠就又心疼 很想跟他说哭出来 不要紧 但到底还是不忍服了他的用心 谢谢 处处抱来一叠干净的衣服 展开一个比屋里的空气 还温暖的笑 吻上他苍白 却因高烧而发烫的嘴唇 得到萧锦鱼微弱 却努力的回应 处处才温柔又坚定的 说了一句 王爷 我相信你一定能 把那个人抓起来 萧锦鱼淡淡的笑了一下 谢谢 沐瑶见到萧锦鱼的时候 萧锦鱼已穿戴齐整的坐在一心园的书房里了 面前的书案上搁着一把匕首 刀刃上的血污已然清洗干净 正妙如新 木瑶一败起身后 看着萧锦鱼分外苍白的脸色皱了皱眉头 没吭声 只低眉顺眼的看向地面 谢谢你的匕首 木瑶微垂着头 全身没有一触击鼓 不是放松的 好像萧锦鱼只是借了他的匕首 去削了一个萝卜 王爷若用得顺手 就留着吧 我还有 谢谢你肯听我的 没擅自行动 木瑶摸摸鼻子 耸了耸肩 你说的有道理 而且你家里高手多 我打不过 萧锦鱼轻轻咳了几声 咳得很是吃力 有些气喘 木瑶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 王爷 用我帮忙吗 萧锦鱼微微点头 薛汝常了解你对石娘的心思 若要救石娘 我需要你死 木瑶愣了愣 点头 能救石娘就行 多谢 木瑶一走 楚楚便从墙角的屏风后走了出来 一句话也没问 直到把萧锦鱼送回房里 掺到床上躺下 换下他做了短短一刻 就被冷汗浸透的衣服 小心地按摩着他疼得发僵的身子 等他隐隐发青的脸色渐渐缓了过来 楚楚才松了一口气 王爷 你好点了吗 萧锦鱼勉强笑了笑 冷 怕我 近两年 萧锦鱼越来越怕冷 冬天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长达数月的天灾 每次熬过冬天 他总会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今年的冬天才刚刚开了个头 萧锦鱼已有了那种从里到外都被冻痛的感觉 楚楚钻进被窝里 紧紧抱着他烧得滚烫的身子 萧锦鱼好一阵子没出声 楚楚以为他睡着了 头顶却突然被他轻轻吻了一下 接着传来他一向温柔的声音 楚楚 你羞了我 好不好 楚楚以为自己没留神听错了 爬起来愣愣地看着他 王爷 你说什么 萧锦鱼烧得有些迷惑 虚握着楚楚的手 目光里既满是认真 又满是留恋 他还没说话 楚楚心里就已经拧成了一团 萧锦鱼就这么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轻轻缓缓地道 我不想修你 你修了我吧 你修了我 我若输给他 你还可以活下来 楚楚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 恶然地看着萧锦鱼 王爷 这案子要是翻不了 让人知道了 是不是我和平儿也得死啊 萧锦鱼轻轻地点了下头 用尽全力攥着楚楚的手 好像生怕一个不留神 他就不见了 这案子是皇上的爷爷判的 就是皇上想帮我 也要有证据 否则 就是大逆不道 平儿是我的儿子 这个改不了 你 可以不是我的娘子 不可以 楚楚扑进萧锦鱼的怀里 摟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了 我必须是你的娘子 必须是 再商量商量 萧锦鱼的声音虚弱却平静 好像是从天外传来的 楚楚急得快哭了 这个没得商量 楚楚 在储水镇的时候跟我说的话 都不记得了 楚楚愣了愣 抬起头来 仍没松手 我说什么了 萧锦鱼浅浅地笑着 好像临终的人在回忆一件 这辈子最美好的事 一字一句说得百般珍惜 在楚水镇 我快死的时候 我听见你说 我身体不好 要是没人给我摆灵位 没人给我上供 没人给我烧香 撒纸钱 我就吃不饱 又没钱 那些被我送进阎王殿的坏人 要是欺负我 我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必须活着 我这么没用 没你不行 楚楚心里像是被人扎了一刀一样 疼得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不许说 不许说 你那么有本事 肯定能赢他 肖锦鱼吃力地抬起手来 轻轻抚上他脸颊上的泪痕 却发现那些滚烫的泪水越擦越多 不由地轻轻叹气 缓缓地道 楚楚 我所有的本事 全都是他教的 楚楚像是被人抽了一巴掌一样 突然呆呆地愣住 看着这个虚弱地躺在床上的人 肖锦鱼一向要强 还总爱逞强 楚楚从没听他这样平平静静地说泄气的话 更从没在他眼睛里看到过这么清晰的脆弱无助 他只顾着恨薛汝成害他的爹娘 害肖绝 如今又来威胁他 一时间忘了 那个人是从小看着他长大 他像敬重亲生父亲一样 敬重了二十多年的先生 这样一个从小依赖的亲人 突然成了仇人 换做是别人恐怕早就崩溃了 人被病痛折磨的时候本就脆弱 他病得成这个样子 还在极力保持冷静 他居然一时着急 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他说 就逼着他去对付这个人了 楚楚抬起手来 两下抹干净眼泪 轻轻地吻在萧锦鱼的眼睛上 王爷 我知道你有一样本事 不是太焦的 看着刚刚还哭得像个泪人一样的楚楚 突然安静下来 还认认真真的说出这么一句话 萧锦鱼愣了愣 什么 楚楚眨着哭红的眼睛 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你招人喜欢 萧锦鱼被这句话噎得差点背过气去 着实咳了一阵 才哭笑不得的看着眼前的人 你是想说 让我去讨他喜欢 他就能听我的话 认罪伏法了 楚楚愣了愣 看着萧锦鱼那张苍白轻瘦的让人忍不住心疼的脸 抿了抿嘴唇 要是能这样 那也挺好 萧锦鱼额头一黑 合上眼睛 把头偏向了一边 他那刻已经出了毛病的心脏 实在经不起他这样刺激 楚楚摟上了他的脖子 凑到他脸上清了一下 不过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萧锦鱼懒得睁眼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想说 虽然你的本事都是他教的 但你招人喜欢 愿意帮你的人多 总不会所有愿意帮你的人的本事 全都是他教的吧 楚楚在他怀里蹭了两下 反正我的本事就不是他教的 我要是不要你了 你就少了个包手 可就更难应他了 你那么聪明 才不会干这么傻的事呢 对吧 萧锦鱼身子还冷 心已经被怀里这人 不合逻辑的逻辑暖化了 睁开眼睛 好气又好笑的看着他 还没开口 怀里的人突然一轱辱爬了起来 瞪圆了眼睛盯着萧锦鱼 王爷 我差点就被你糊弄过去了 萧锦鱼被训得一愣 咱俩的亲事是皇上定的 咱俩谁也训不了谁 萧锦鱼默默叹 我冷气 像是遗憾 又像是放心下来 哎 好像是 什么好像啊 就是 是 看着楚楚一脸要找他算账的模样 萧锦鱼一夜高烧 烧得有些神志不清 抱着楚楚哭了一场 哭得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样 楚楚不知道他哭的是冤死的爹娘 还是那个骗了他二十多年的恩师 大概是头一次见萧锦鱼哭成这个样子 心里难受得很 也止不住的掉眼泪 于是本想早说完正经事 早回家睡觉的警义 只得盘腿坐在房梁上 看着夫妻俩抱在一起哭了一晚上 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 把带来的一叠纸和一幅卷轴 留在屋里的桌子上 悄无声息地溜出去了